Hello 大家好 我是萧雪 今天我们来到了走马古镇 将在这里去走进立夏习俗谈会 去感受立夏的习俗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 去看一看我们的斗蛋情况如何 我们将会和我们的留学生同学 他们进行一个PK 需要 现在你是对 好 咱们拿起来也可以 使劲 谁碎了 你碎了 你是胜利者 然后接下来咱们接力赛这边 咱们拿起来弄 哦 哦 这个是最长级的 OK 这是我这里的 哦 耶 他的影响 来 我们下一个来接力 对 这个现在变成最强的鸡蛋了啊 来咱们再来这边 今天不要接不接 打他侧面 打他侧面 今天打他侧面 还有他侧面 还有过流是吗 哦 OK OK 加油 加油 加油啊 咱们战略 战略是有隧道吗 没有 哦 他隧道了 有隧道了 隧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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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我说说 咱们开挂了 开挂了 好 好 加油 加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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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想问一下这位就是刚才刚才赢了我们对女王的那个同学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game 哦 这位巴基斯坦的同学说这个游戏很好玩 可是在他的国家没有这样的游戏 所以他觉得很 很兴奋今天参加 好 好 咱们再来试一下 好 好 好 加油 一 二 三 哦 哦 这 打平了 一人获了一个鸡蛋啊 一人可以试一下咱们立下这天的鸡蛋哈 采访一下你哈 你参加这场活动你觉得很 你收获到了什么 你觉得感受如何呢 你觉得感受如何呢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呃 呃 很开心 很开心 能跟这么多的 呃 没见过的人 每个都很有意思的人一起玩 真的很快乐 然后呢 也能感受这种文化 都没有想得到 你那种文化 你也能够 谢谢大家